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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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就是腿是这个样子 以胖关节眉肘 下背部卷起 下背部卷起 下面给大家示范一下两头戏 要求身体是完全伸染 腹部放松 然后腹肌用力 把身体拉到一起 好 健美体系中的四个动作 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给大家介绍的几个动作呢 没有优劣之分 然后每一组次的数量是15-30个人 下面我都给大家介绍一下 功能腹肌健身的腹部的对来方法 也是四个动作 首先给大家介绍的是 起跳 放心 功能的思议就是起跳以后 腹肌收缩 暴露膝感 给大家做一下示范 这是腹肌旋转的力量 然后呢给大家介绍第二步 就是起跳 转垮 也是双脚起跳 跳起后能快速地转垮 跨 跨 给大家做一下示范 这是用腹肌旋转的力量 用腹肌旋转的力量起跳以后旋转 然后给大家介绍第三个动作 就是起跳伸展 大家从侧面看 跳起来以后呢 利用腰腹的力量 身体做一个伸展 就是这样 然后给大家介绍第四个动作 就是方格跳 这个呢 主要是发展腹肌前后左右运动的力量 给来做一下试掌 说让我放在胸前就可以 像前跳 特别好漂亮 好这就是功能性健身的四个腹肌锻炼的动作 以上就是我给大家带来的两个体系的腹部锻炼方法 我给大家的建议呢就是热完身以后 做我们功能性训练的动作 每个动作做 每个动作做一组 一组15个左右 然后呢 就做我们这个健美体系的服务训练 然后这个每个动作要做两组 每组做15到30个就可以 以上就是今天课程的内容 如果大家想和我联系 记得登陆我们功夫者官方网站 那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